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再来欢迎Tina 是 谢谢David老师 非常高兴能够来参与 三三世界观的录制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文婷 是的 那其实我觉得大家 平时在六点整 无论是看直播 YouTube平台上的朋友 还是看电视的那些观众们 都说平时都是David老师 和豆蓉两个人 这一下太厉害了 我们Channel33的 全部的美女主播 一次性到齐了 对 绝对不是这个清朝而出吗 是全体动员 对不对 好 那这个 当然进入今天的 这个十大新闻回顾 实际上呢 这个有哪些重点 豆蓉来跟大家 先分享一下好吗 没问题 那今天我们人多 所以说到的新闻内容 也会有很多 2020即将过去 回顾这一年 相信大家和我一样 都觉得又快又慢 说它慢吧 是毕竟我们经历过了 那么长时间的lockdown 全球都是在一个静止的状态 对的 但是你又会觉得 哎 转眼那么快就过去了 我们似乎把曾经的那些生死 担心之类的 在因为有了新的疫苗 和希望之后 看到了2021美好的未来 这真的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年份 所以特别33000 我们准备了 2020年十大国际新闻 我们特别整理了出来 那在今天呢 这个会先讲 第十名到第六名 是 对不对 我相信啊 每个朋友心目当中 一定会有自己心目中的 这个十个最重要的新闻事件 那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呢 是基本上网络当中看到的 搜索度最高的 在2020年 大家说到最多的一些新闻事件 您不妨和我们一起通过 这两个小时的节目 今天一小时 明天一小时 一起来回顾一下 哎 做到电视机前听听 哎 这件事我是不是也觉得 它特别的重要 是的 或者这件事 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启发 也或者如果本身的新闻事件 您不太熟悉的话 相信我们几位主播 给大家捋一捋这个思路 哎 您马上就能够一下了解了 太好了 好 那在第十名的这个十大国际新闻排行榜上 排到的是 排在第十位的呢 是关于新冠疫苗的突破 相信这条新闻是大家都关注的 谁先注射了疫苗 我什么时候能注射 疫苗到底要不要钱 能够有多大的效果 2021我们会恢复吗 稍后都会和大家说一说的 好的 那再来第九名呢 就是要跟各位来谈到的就是啊 这个疫情啊 虽然还没有解除 全球的经济呢 什么时候能够恢复 我想大家都很关心啊 对 但是最近新西兰经济好像已经恢复了 这个经济专家 戴威老师又会给大家分析一下 这是排在第九重要的 是的 那排在第八位的 Tina要给我们说点什么呢 是第八位的呢 就是嫦娥五号已经成功的写这个样本 回到我们的地球了 是啊 是在这个太空的这个部分呢 也是我们国际新闻当中的一个头等大事 对 这个所以你看排到这个第八号 好 那再来看到第七次 第七次 孟孟和我们讲一条好吗 是的 大家都很关注世界卫生组织 他们每次公布了一个新的消息 都会攸关全世界的健康问题 那么在今年一月底的时候 他们也宣布了这个 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关键点 应该是相当的关注 待会我们会做一些深入的了解 是 其实基本上啊 在这个所有 我们今天讲到的新闻当中 除了嫦娥五号之外 都是和疫情紧密相连的 Kriston要说到的 也是和疫情有关 是的 那么这次呢 我要讲到的 这个排名第六位的呀 是东京2020年的这个奥运会 因为疫情的关系 而做到了推迟 那么推迟到什么时候 它对日本的经济 或者说全球的体育赛 是有何种影响呢 我们今天也一起来看一下 好 好的 那当然呢 进入这个十大新闻回顾啊 首先要请窦容带来 第十大新闻 对不对 排名第十的 对不对 就是大家最关心的新冠疫苗 对 新冠疫苗的突破 为什么排在第十位 按照它的重要性 在2021年被说到的几率 我相信一定是这些新闻当中 可能是最高的一个了 对 但是它排在第十位呢 是因为如果我们一年来回顾的话 它本身发展呢 是在年末 对 就因为这个原因呢 我们把它排在第十位 那首先呢 想和大家说说 对于疫苗的看法 我不知道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对于拨打疫苗 施打疫苗 这件事 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很多人认为啊 打疫苗可能会带来 身体的一些不良的反应 或者是一些宗教的原因 是不愿意去打的 是 那么在这次的新冠疫情当中呢 我们首先要看到 其实从科学的层面来解释呢 疫苗还是挺重要的 对 在 我举个例子吧 在1960年之前 麻疹疫苗还没有出现的时候 一年有270万人 因为麻疹而死亡 哇 很多对不对 是的 但是自从有了麻疹疫苗之后呢 这个死亡率降了85%以上 也就是说他挽救了绝大部分因为麻疹 而有可能失去生病的人 所以疫苗是很重要的 对 还有小朋友得的那个 我们在国内叫小儿麻痹症 这个正确的叫法是骨髓 脊髓灰质炎症嘛 这个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当年有好多小孩子 因为小时候没有注意这个治疗 长大可能会有残疾啊 甚至死亡 对 但就是因为有了疫苗之后呢 现在我们几乎已经看不到 小儿麻痹症的这个后遗症的患者了 所以我想说的是 疫苗对于人类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而通常一个疫苗 从大家出现这样的疾病 到开始研制疫苗 最少的是四年多的时间 但我们这次新冠能够看到 是十个月的时间 就有了第一次的试打 特别的厉害了 这个真的是一听之下 好像非打不可 我们要来做一次民调 转问一下民主播们 大家也不许是吗 大家也不许是吗 如果现在有疫苗在现场 那默默要不要打 我会打 你会打 默默是一个非常注重健康的人 然后还有很多的医学 就是平时流感的疫苗都打 他的节目快乐生活家 就是天天教大家呢 怎么活到一百岁 说什么呢 就是教大家怎么活得久 对不对 我相信有很多人 其实都在等 就是看别人打完以后 有没有副作用 不舒服的迹象 然后再决定自己要不要打 那总要有人先打呀 是而且我觉得 个体情况是不一样的 有可能别人身上的情况 在你身上是完全不会发生的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考虑到自己的健康状况 本身就有慢性病或者是有更多健康方面的问题 可能可以 其实是更要打 但你一开始是可以观察别人的状态 但如果说您是年轻力壮的话 当然先打啦 是 对 谁说到我了吗 我会选择先等等看 我会选择可能 这个大家分配完了 老人分配完了 小孩分配完了 好第三批可能到我了 那好那既然轮到我了我就去打 不轮到我了我就再等等 这是大爱的精神 哈哈哈哈 凤净的精神 你先去把那精神 让别人先 让险让险 让险 那丁娜呢 可是我觉得 呃如果轮得到我打的时候应该是全民注射了 因为我觉得我应该不是那种手批可以去被打的类似 因为他是年轻 是感染力 几率比较低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每个人都可以打的时候 我相信他就已经是很安全 那我也希望我可以跟你一起打 好那 这每个还年轻 也是一批打的 对对对对 是的 这个是某种暗示吗 对 我是 我我我我担任这个我是不排斥 我觉得这个因为男生呢一般都很怕痛 嗯 这个有点小小不舒服马上都去看医生 是对 所以男生都很怕痛 我常常去看嘉一 啊 嘉一都说嗯 你很好 你很好 都没事 对对对 其实我们可以请那个啊 后期的编辑帮我们来换一下图啊 呃 大家在讨论打不打的时候呢 是因为在新西兰来说 我们可能到三月份才能有最早一批的这个施打的可能 但是在这个啊疫苗的研发上面走在最前面的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辉瑞和德国新生物科技的这个疫苗 是 已经早就有人打了 在12月9号的时候就在英国一位91岁高龄的老奶奶 他已经先期注射了 对 那么这个呢就是告诉我们 你看90多岁的人他依旧是希望能够通过注射疫苗能够更加的健康能更加的承受 也是告诉我们其实疫苗的这种担忧很多时候是不必的 那么其实除了从英国的开始这第一剂注射之后 我们看到美国方面 美国是我记得是第一个是一个黑人的护士先去注射的啊 急诊室的护士 对 ICU病房的护士 那么之后现在我们看到各国的领导人也是把自己的这个注射疫苗进行了直播 其实就想告诉大家 我们是要先行这一步 一方面是疫苗战当中体现我们的这个强盛 那另一方面呢也是告诉大家 全民去施打的话 对于整个公共卫生健康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那天他们讲拜登打那一针啊 实际上对他是加分 为什么 政治秀啊 对 对不对 因为打完针还要致辞啊 讲话啊 他要讲医疗人员 就看他状况是怎么样呢 对对对对 当然我们老百姓是为了健康啊 但看得出来今年的疫苗能够开始施打 对于在今年初啊 发现有这个新冠疫情的话 真的是看到了希望 对 但是我想和大家说到的这条新闻的还有一个重点 他排在第十位 我们把疫苗的这个施打的情况回顾了一下 相信大家也知道很多 但是目前会让我自己个人觉得比较担忧的 就是贫富国家之间的差距会造成施打疫苗的不平衡性 那我知道这个国际卫生组织呢 他们牵头搞了一个新冠疫苗的保障机制 叫做COVAX 也就是说很多发达国家都已经签了协议 愿意资助疫苗或者是资助金钱的方式 能够帮助那些落后的国家去施打 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好像做的并没有想象那么好 举个例子吧 我们新西兰也已经购买了很多 足够所有的人去打 还有这个导国的民众打 再举个例子啊 像加拿大这边呢 购买的疫苗已经足够接种五次之多了 他们就相当于是做这种二级三级防御的样子 对对对 等下是在二次三次流行的时候 他有他有疫苗 因为我们现在虽然说有疫苗 但他就绝对不会说是一个什么 你的保护伞完全就没问题了 疫苗打了多长时间之后能好 还有会不会再需要半年一年之后再次拨打 这些都是问题 所以有钱的国家还是会先把这个自己的民众保护好 那最后变成疫苗民族主义就出来了 当然会有这种可能 我一定霸的自己嘛 不给别人打 你先就保护自己可能是第一位的很多人 所以这个疫苗当然在这个后疫情时代呢 非常的重要 但也看得出来呢 让人类的世界秩序啊 也起到一些变化 对不对 现在能研发疫苗的国家 中国比较厉害有三种 对不对 那现在看起来 中国人大概应该在明年大概都有机会 其实中国在部分地方 现在已经开始有注射疫苗了 我记得在十月多份开这个上海的进博会的时候 也有一些与会的人士 先是打了之后就更加的安全 但是就像我说的 他不是一个救世主 那么未来一年2021 他其实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对 是不是我们真的需要施打了疫苗 像是拿到一个国家的签证一样 才能去上飞机 才能去这些地方 这些都是大家以后要关注的了 那以后有可能就说 你没有打疫苗 你不能搭飞机 你不能去看电影 或是搭公车 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对啊 这就像是你的一个认证一样的东西 我晓得默默为什么要打第一个了 就早点能够出去是吗 就坐飞机去玩 因为我觉得大家一定会觉得 过去的这一年有很多限制 如果疫苗打了 就好像我的限制会减少 我可能可以出国 放松了 对我可能可以跟更多人群聚在一起 但是如果一旦面临到 比如说病毒的变异 或者是疫苗已经无法抗击有病毒 那这个时候就有可能再次面临 对 面临一次的扩散 但是科学家们现在其实也一直在研究这些 他们会发现新的这种基因的一些病毒的话 会和他们的疫苗再结合 让它更加广谱 效果会更加的好 是所以我觉得疫苗将来可能就像流感 现在的流感一样 每到冬天大家就打 对不对 你像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 就是H1N1 现在年年在流感疫苗里面都有这个 H1N1的抗体 打到大家身体里 所以换句话讲 现在西班牙大流感我们不怕 就已经是一件很正常的大型人 对有疫苗 但是当年死了多少 有些人说最保守5000万人死掉 对不对 1918年 我们第一段先和大家说一下 这个关于疫苗的问题和新冠的情况 其实相信这是很多人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 稍微休息一下 回来再看看这个疫情这一年 给我们全球的经济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回到三餐世界观的第二段 我是David 郑经纬 大家好 我是豆柔 大家好 我是Crystal 宋宇璇 大家好 我是Momo 游佩萱 各位好 我是文婷 是这个三餐这个频道当中的这个精英 主持人今天全到了 对不对 这精英到了 这时候大家都没有讲话好尴尬 对 这个Smart新闻不是那么严肃 我们要用轻松的方式跟大家讲 再来讲的就是一个严肃的话题 就是在疫情之后世界的经济什么时候恢复 这个我问一下豆柔你觉得恢复了吗 我觉得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这个情况 其实是不一样的 疫情本身影响的不一样 而且这些国家的劳动力的资源 还有生产力的这个情况不一样 所以导致整体是不一样的 但是就我们目前来看到的 比如新西兰本土 还有原居地中国 总体上来说经济还都是一片向好的局面 您觉得呢 这个我先访问一下大家 来来来 默默默默你觉得呢 我觉得跟一开始各国政府 他们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态度很有关系 就好像刚刚豆蓉讲的 其实新西兰算是比较晚开始 然后也算是把这个gate关起来的算早的 所以在后续我觉得经济伤害虽然一定有 但是跟其他国家 你看英国美国相较之下 我觉得差的挺多的 所以我们一开始受伤 比较没有那么严重的情况下 也比较容易站起来我觉得 对 信息了 对 OK 好 来来来 你觉得呢 我觉得呢 我觉得是新冠疫情的 可能跟行业的不同 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波及 但比如说像是旅游业呀 像是出口贸易行业呀 它一定是会受影响的 包括卫生事业 那么同样也带来了一些新的转机 比如说就拿我们新西兰本土来说 我们从没有想过说 我们可以像在中国一样 比如说吃饭的时候 我们要去点外卖 会有很多的送餐 但在疫情 大家lockdown期间 大家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 所有的商业环境呢 都向着新媒体 和更加高效快速科技的方式发展 所以这也是一个新的转机和机会 等于它催生了一些新的行业 是带来了某些契机 没错 而且这个是不太会变的 我觉得是可能会定型下来将来 甚至会发展的更快 更便捷 包括5G的使用 让大家在更加便利的环境下 能够更加高效的去做任何事情 是 Tina来发表一下意见 因为今年的年头 你还在中国对不对 那接着这大半年的后 在新西兰 你觉得两边都看到了吗 分析一下 我觉得其实新西兰做的挺好的 我觉得比很多国家都更好 但是可能从经济上来说的话 确实有很大的损失 因为本来像在这边的一些 这个旅游业啊各个方面 现在这个边境一直没有开放嘛 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个经济 肯定受到很大的这个影响 你们新节目访问了那么多客人 三三来客 他们的心情都还不一样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在这儿 就是实际上我发现 大家其实心情还挺好的 就是说可能经济受到影响了 但我觉得在这儿生活的人 工作的人 大家还是很积极的 就觉得可能2021年 无论怎么样 就是经济还是一个 往这个好转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所以来上三三来客的客人都 都很积极 充满了活力 对都出了一个正面 我们预告一下节目 这个还可以吧 所以看起来大家都有信心 但是整体来讲 这些经济呢 实际上我个人的观察 我最近看到一则新闻 讲到奥克兰港 这个很多这个在码头上 集装箱卸货啊 如何如何 然后我就去查了资料 就发现呢 中国现在在出口上面 碰到了一个大难题 没有集装箱 对 因为订单太多了 集装箱出去了回不来 是 就是不断出口 然后又回流 装了货在进口 始终在全世界 它正常冒一下是在run 好 那现在呢 中国经济恢复了 疫情过去了 全世界呢 现在像很多欧洲还在封城 对不对 好 这个集装箱进去 就出不来了 所以中国现在听说 一个集装箱啊 到新西兰啊 40尺 说6000块美金啊 预费啊 预费6000块啊 以前听说3000都不到 反正是涨了不少 所以导致很多东西的 价格上涨了 对啊 但原因是说 现在在中国啊 抢柜子 谁抢得到 你的货就能出口 所以在世界经济 复苏的时候 让我想到 中国经济复苏 世界经济有希望 所以有道理 你们都同意吗 我同意 有道理 有道理 非常有道理 毕竟中国在进出口 在任何国家 都占有很大的一个比例 对啊 在供应链上面 它扮演了那么重要的角色 所以这个世界经济呢 我觉得在后疫情时代啊 虽然在生活上 起到了转变 你刚刚讲 什么5G啊 什么甚至大家消费习惯 什么都变 但是整体来讲 不管你怎么样东西 它还是要回到中国的供应链上 是 中国制造这些东西 在您看来 2021年的经济情况会是 在中国的带领之下 带动之下 全球是一个向好的 那肯定啊 对不对 我现在一直在观察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如果能够 真的恢复起来的话 那不再画像 你看现在中国啊 已经在慢慢摆脱那种劳力密集 对 对不对 因为很多美国专家说啊 中国在这次疫情之后啊 这个劳力密集制造业完蛋了 因为呢 只要劳力密集 大家聚在一起一定感染 所以呢 这个产业啊 将来会没落 但是中国你看 长安汽车 它一个厂一天 做六百多辆 对不对 那你平均两分半钟 一辆汽车 是 其实我觉得中国的经济是这样的 它有转型的需要 因为在 现在的贸易战的情况下 我们如果不想受制于其他人的话 肯定要有自己的一些 创新型的特别的东西 但是 作为以前的这个 中国制造的一个生产大国 现在虽然很多国家 我们已经不做劳动密集型的东西了 因为本身挣不上钱 但是你在往一些东南亚的国家 其他国家推的时候 如果是我来看的话 我倒是愿意留一部分 在中国作为生产的基地 因为这个国家会更加的稳定 如果放在其他国家 有可能是因为疫情的打击之后 经济没有办法恢复 但是因为中国太快恢复了 所以我不妨把一部分的东西 还是留在中国国内 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 一个就鸡蛋放在不同篮子里 美国一直说要把产业回流 要撤出中国 结果一年都过撤不走 真的撤不走 因为供应链它是环环相扣 我们就讲光做一件衬衫 要有扣子厂 布料厂 燃整厂 什么线的 各方面大家组合着 才能做一件衬衫 那更不要说高科技 所以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2020年 后疫情时代经济如何恢复呢 是许多国家最担心的地方 但是现在综合来看 我倒觉得只要中国经济 能够稳步向前走下去 大概2021年的世界经济 应该是一个看好的局面 是 那您觉得一方面 是中国的稳定带动的 另外一方面有没有可能 像是欧盟这边 比如英国的脱欧 还有美国的改朝换代 会不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呢 英国的脱欧实际上 对世界经济来讲 是一个反全球化的一个道路 倒退 那当然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在圣诞节前的24号 我们在节目当中 曾经谈过这个问题 各位到处可以去看回报 对 如果没看的话 因为那个战烟良宇 讲不清楚 但是我觉得在整体来讲 欧盟一直看中的是 中国的消费力 现在全世界在看的是 中国不是制造力 大家现在看的是 中国人的消费力 对不对 承认吧 承认吧 所以大家都在逃宝 对不对 我去逃宝 对不对 我去逃宝 对不对 我觉得 连老外现在都知道要逃宝 对不对 他没在逃 所以中国的消费力 在2021年成为一个指标 而不是过去大家40年 看的制造力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2021年应该是乐观 虽然最近看到是一种报复性消费 对不对 新西兰你看好奇怪 那房地产吓死人了 是 是 火爆的不得了 很多行业的朋友居然跟我说 以为今年是苦日子 要过苦日子了 没想到是好日子 是好日子 听说有一些行业 这个不好讲谁 所以他们都准备 今年底大家就收一收 各自回家 就说公司就关了 就没想到最近还在招人 对 真的 我们讲了吗 第四季度的GDP反弹了14% 来源于是哪一方面 房地产市场 还有大家报复性的消费 其实也就是造就了这个数字 那大家赴予了就去餐厅吃饭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是因为 我们今年的旅游经费没有用掉 大部分人可能每年会出国一次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个人是吗 对 例如说对旅游业来讲 影响非常大 因为大家都不出国了 也不买机票 旅行社赚不到钱 所以对他们来讲是不好的影响 但是对于这些可能外卖业者 或者是一些轻收的这些行业 我们会比较愿意去买 我想说我今年省下了 一万块的旅游经费 那我就去买点东西 对自己好一点 我觉得这种想法 也就是像报复性的消费一样 所以KV他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每一年一定会制定 钱当中的多少的一部分 当旅游基金 非花不可 人生活在世界上就花掉它 其实我突然想到之前 我访问过一个金融专家 他就讲到说KV他都不太容易买房 是因为他们钱都花掉了 所以他们通常就是没有那个首付款 然后中国人为什么 他有没有讲今年为什么房地产涨 有讲节目里面可以看 所以要买太多了 现在知道了 我讲的重点就是在于说确实KV比起华人来讲的话 他们更会去刺激这个消费 在有一些这个旅游啊各个方面 他们比较就像华人去旅游是买这个半首领 对 半首领 奢侈品 半首领 什么爸爸妈妈什么公公什么都买 但洋人他们不买半首领 他们去体验型消费 对对对 他们就拼命吃拼命喝拼命玩这样 所以这个旅游业者最近在今年来讲是有点困难 但是相信来下呢 整体经济在新西兰是异常的好 尤其是房地产 现在很多专家都觉得非常担忧 在这种过度的这个快速增长下 会不会有泡沫 你会觉得会吗 当然专家担心现在银行放款的部分 最近在收紧LVR 对对对 就是担心呢 当这个房价飙高的时候 将来房价下跌 它的抵押品 不值钱 对对对 现在也是银行比较担心的 把那个过去的不良放款率 尽量压低压低压低 但是现在看起来它不断的压低 大家还是前不后继 往前冲 表示大家口袋的钱不值得赢 还是有 不值得赢 还有一些什么基金 因为存在银行里也不赚多少钱 所以就干脆拿出来 投资一些有价值 你说银行居然讲到这个 银行还说最近存款率上升 对对 那接下来就要小心 因为房子涨得太厉害了 对 因为之前不是有说 因为新西兰的房价做得挺好的 所以很多很多外国的买家 他们有些人考虑移民过来 有些人觉得 新西兰这整体而言 是一个很好的生活环境 不如我们来这边投资几套房吧 所以我相信海外的这个销售也是有的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 对我们这个社会经济来讲 是一个好现象 是的 对不对 能够让在后疫情时代 新西兰也能够平安的度过 对 但是来讲这个最重要 还是希望中国经济慢慢好起来 对 中国的消费力保持那么畅旺 然后我们东西就能卖到中国去 是不管是说这个宏观的数字上好看 还是我们老百姓的口袋钱多一些 这两方面我觉得到2021年 特别是2021的下半年之后 应该都是会有一些好的 对 所以看起来我们现在五票都同意 2021年经济是好的吗 一定热放性的 会更好 我觉得是变更好 真的 就是比今年相当之下 我觉得一旦疫情时代过去的话 我觉得会有很大的一个转变 在我们的生活模式上 对 就变得更好 当然是变得更好 商业结构上的改变应该会有 对 我觉得2020年已经过去了 所以就是应该是往积极的一边去发展 就是再坏都不可能说 就是一下子 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但是已经到了谷底 也不会再坏就这样了 就是反韩了 对 这也是 我觉得人的心态也会变 2020年之后 会变得安静享受 然后容易看得开 对 公司在话 看我们这个频道的节目质量 各位就知道 对不对 现在这是最起码标准 一次要五个主持人 是不是意思 有五个主持人节目呢 才够档次 以后累了你们 要来了 经常要来 把新闻节目做成娱乐节目 那讲完第九则 十大国际新闻之后 再来目光 大家就要看到 在中国今天的太空梦 更向前一步了 对不对 其实刚才说到了经济这个点 我们就知道 中国在这个航天事业上的发展 真的是花不少钱 但是从从始至终 其实在这个部分 都没有停止过这个脚步 所以我们知道 从2007年开始 这个嫦娥一号 然后就陆陆续续 二号三号四号 到今天2020年 虽然有疫情 但仍然有这个好消息 五号就已经从这个月球 带了样本返回地球了 所以说这个新闻 其实无论是从中国的角度 还是从这个世界的 这个航空领域的角度 它都是一个进一步的突破 所以像我这样的 这个航空领域的 应该说是非常单纯 无知的一个人 我觉得我都学到了很多 就首先 从第一次到这一次 有三个字可以形容 就是绕落回嘛 就说最开始 我们是去绕一下地球 去看一看 然后可以落地 然后月球对不起 我们是月球人 然后去地球 我们是地球人 对啊我就是说 我想成了我们是月球人 没问题 我们是火星的 对对对对 火星撞地球 所以我们这一次 是从这个月球 它是有采样 然后可以就是 再把这个样本 带回地球 对 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突破 所以我觉得很妙 就是从名字来看 实际上我们都知道 中国人对嫦娥 是有一个情节的 对啊 就是从小就听这个 嫦娥奔月的故事嘛 然后所以我觉得 这里面有很多的名字 包括这个月兔的 这个什么地球 还有就是中间的这些哈 所以我觉得 一方面是帮助 我们新的这一代的人 可以去认识和了解 很多航空领域的一些知识 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确实是证明了 中国在这个部分 它是在发力 就是一直要往前 一直要往前 而不是说很多年之后 才来做一件事情 是从07年09年 然后一直到现在2020年 就是这个 我觉得这个发展 这个就确实是 让人非常的震惊 应该说是 有决心嘛 对对对 而且以前没有阻挡了 这种研发的脚步 对 让人觉得很感动 对所以它这一次呢 就是实现了有四个首次 一个是这个首次从 这个月球表面自动采样 大家知道这个自动采样 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吗 是用机器采样 对 就没有用人去采样 当然不可能用人了 就是首先是它这个自动采样 其实这个技术 它是蛮难得的 然后另外一方面 就是说从月面能够起飞 首次从月面起飞 然后首次在38万公里以外的 月球轨道上 进行无人的交汇对接 所以这几个首次 最后一个是带着月软 已接近第二宇宙速度返回地球 那么这个是继月球 24号之后 时隔了44年 时隔44年 人类再次从这个月面 带回了这个标本 所以我觉得 确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突破 我不知道大家之前 有没有看那个直播 我知道在那个三世界观里面 两位老师已经有跟大家 报道过这个新闻 但是他仍然 但是听你在讲的时候 我又突然想做一次调查 太空梦开始 如果有机会 对 当女太空人去月球 你会不会去 但是有风险 不是很安全的 我觉得我应该不会 打针可疑 去月球不去 因为我觉得 可能我跟Tina一样 对那种太空梦 没有太大的憧憬 但是我对于 嫦娥五号升月球 这件事情 我还是觉得 非常的欢欣鼓舞的 因为我觉得 这是一个在 包括可能 华人之间的那种 心中的太空梦 得到了圆满之外 还有就是一个科技的进步 因为像今年 我们刚刚前面 讲到疫情的关系 我觉得会有个感觉是 好多事情是 人类的力量达不到 改变不了的 可是在 嫦娥五号登月这件事情 让我们看到 其实还有很多希望 所以我觉得 这是蛮正面的一件事情 对全世界的人来说都是 对 对 所以他在这个过程里面 把它形容成 胡萝卜 那你会不会去 我觉得如果我能 变成胡萝卜的话 因为我从小都特别 喜欢胡萝卜 你会去 我从小特别喜欢胡萝卜 就是免机票 就是说 如果招待你去一趟 会去 有生命危险 我觉得我会 我真的会 Kristo呢 我也会去 我会义无反顾地去 那我什么疫苗 都不敢打呢 我觉得这是突破自我 他已经超越生命了 那我们表学的结果 派你们两个去 那这个老师会不会去 派他们两个去 派他们两个去 派他们给我们加一个 梦 我们跟你连线 我们在这边跟你连线 对 不过太空梦真的是 对很多人来讲 从古至今 跟我讲月亮的诗词啊 故事啊 对 谁能背得出来 跟月亮有关的事情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不是举头望明月 低头吃便当 就是便当 那个老师我就知道 我们的梗黑头 还有月有阴晴人缺 此事故难全 但月人长久 千里功全缺 继续没问题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就是有一张图片上面 可以看到 这个彩样的这个痕迹 它之前其实已经有很多的 这个有点小 很多黄点是以前的 那么这一次是红点 对 是阿波罗之前去的 对 所以我觉得 这个就是一点一点的痕迹 可以证明 就是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面的 这个突破 它是积累起来 就回过头你去看 就觉得 我昨天才感觉好像一号发射 然后怎么今天就变到五号了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就是见证一种成长 对 我不知道你们小的时候 有没有那种经验 就是晚上呢 看着月亮一直在看 能不能看到嫦娥 哇 我有 我比较小的时候 那个有大一点的人都跟我说 你看你看 再仔细看 嫦娥就在上面 后我就拼了命 这样一直看 一直看 看了半天 他们说那个 那个什么就是 我还真信 我上面是真信 上面有 有那个嫦娥 有嫦娥 有无缸 还有玉兔啊 什么都有 我们看哦这样 这个你就要看那个 Kriston的节目 可能会有很多 对 这个节目中会有很多 比如说中秋节赏月 然后呢吃月饼 这些习俗怎么来 对 小孩子要让他们看一下 他是加了传说故事 还有这个科学在里面的 对 还有一些比如说相关的手工啊 对 我觉得孩子们需要了解这些东西 能不能介绍一下播出时段呢 播出时段 目前为止是每周六日的早上八点半 首播 然后呢下午六点钟重播 六日都有 哇这个做儿童节目真的是 第一把交易 真的 我觉得真的在新西兰呢 能够做儿童节目啊 门槛非常高很难 但是Kristal能够跳进去做 那还蛮有勇气 而且形象多变 绝对是小朋友会做 你朋友姐姐 我有奶奶 哇那真的是多变 有一次还有一个人变 然后到了这个儿童节目时段 所以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再继续接着聊第七大新闻 好我们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回到三三世界观第三段 我是David 郑敬伟 大家好我是斗柔 大家好我是Kristal宋雨璇 大家好我是默默游佩萱 大家好我是文婷 是我们的名字你看都打在下面 都是很复杂的名字啊 我以前小时候一口啊 一天写名字 考试卷不是要写名字吗 对 跟我写完人家打零了 已经太复杂了 我小时候不会写我的姓 写的是豆子的豆 我到现在打零信 都打的是豆子的豆子 那你比较清晰了 对 那还好是简体大概好写一点 是 对 繁体更多 好了 那再来我们来看到 就是在这个国际十大新闻的 第七条了 是什么 第七条 我们要说说 关于新冠肺炎被列为 国际公共紧急事件 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这件事情 是 我们讲到 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我们先来讲一下 它的这个英文全名 它叫做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那后面 我们就简称 PHEIC 那这是世界卫生组织 其实在今年的1月30号的时候 进行公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 一定很多人都会说 像刚刚豆蓉私底下来问我 他说这跟Pandemic有什么差别 其实我觉得世界卫生组织 在过去包含SARS H1N1 然后各种的禽流感 其实他们都扮演这个 非常重要的关键的角色 就是当他们做出这种 国际卫生的紧急事件的通报的时候 他是要告诉全世界 今天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防疫措施 可是现在发生了这个疫情的产生的时候 是会在国际当中这个流通的时候 如果说我们大家没有做好防范 甚至没有彼此合作的话 可能会让这个疫情更加的严重 所以其实原本他们是在1月23号 就是在中国疫情 我们已经看到升温 看到越来越多新闻 武汉封城了以后 大家已经在紧张 所以全世界都在看WHO他们的反应 那在1月23号 其实他们原本 就很多人说 你们有没有公布啊 这个国际卫生组织的这个事件 就PHERIC 你们要宣布了吗 当时他们的观察 他们是说 我们现在看着还可以 因为目前感觉疫情是集中在中国 是可控的 对 可控的 而且其实我们当时也注意到很多 WHO给我们的一些 怎么防疫的一些措施 包含跟现在已经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全世界都在看 可是在1月23到1月30号中间 我们又看到了有七企 他们可能跟中国的旅行使 这并没有相关的旅行记录 为什么他们还是染病了 这也代表着这个疫情 其实可控度比大家想象中的低很多 对 那我们刚刚讲PHERIC 它是一个国际事件的时候 它就必须要是通知全世界 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疫情 那除了说WHO 它会给我们相关的防疫措施的话 其实每个国家 都会有自己的一些防疫的 自己的措施 包含我们讲到 刚刚前面有提到的说 新秀兰其实封城的时间 然后还有包含我们限制旅游等等 每个国家其实都是有不一样的限制 对 那我们一开始 我们是不是看到美国 英国 他们好像对于这件事都觉得 不过就是Flu嘛 Flu就是流感 对 就是他们觉得只是流感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次WHO 给大家的一个警示 似乎没有达到很好的效果 那所以虽然他们已经公布了 这样的一个消息 可是我们看到这疫情 其实是扩展的非常的快 那当然大家也会想到 WHO他们的决策是怎么来的 因为其实它是一个独立的国际组织 但是它主要是在联合国之下 就是这些联合国的成员 都会是WHO的成员 所以每一个他们的会员 其实都是有可以自己做意见的表达 可是呢 其实拥有这个最终的一个决定权 就是大家可能会想说 已经经过那么多开会 那么多讨论 我们要怎么样来判断它 有没有到PHEIC的一个程度呢 其实决定PHEIC真的存在于 就是在世卫组织的总干事 潘德赛的决定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次 他确实是风口浪尖上的一个人物 包含他每次出席他说的一些话 然后包含我们现在要怎么样防疫 那包含现在是不是已经pandemic 大家都在关注 那WHO其实这次也面临了一些责难 包含他们是不是速度太慢 反应不够快 对 然后在决策上面 是不是做得不够好 例如说虽然我们已经看到1月30号 已经是PHEIC已经通报了 可是全世界的防疫 为什么都还没有做到位呢 其实可能就代表 过去通常会达到PHEIC 高度的程度太少了 对 很少有这样子 因为没有参照的一个条件和点 对 因为你看我们之前 SARS那么严重 那也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其实大部分人都觉得 我们现在科技发达 医疗发达 好像不至于会被疫情 如此的影响到全世界 大家的想像会把这个事情小看它了 那么WHO同样的 我觉得他们在做决策的时候 其实有很大的压力 对 因为他如果宣布了一件事情 包含我们各国的这个board 就是每一个边境都关起来的话 影响多大 对 一开始想到的绝对是经济 然后想到的是 那我多麻烦啊 我不能回国 家人生病过世了 不能回家看金融 大家想到的都是自己不变之处 可是没有人想到说 疫情影响到更巨大的层面 所以我觉得这好像一个 我们看时间点了 我们现在往回看1月30号 这样的一个决策 PHEIC绝对不过 对 绝对不过 甚至可以再早一点 可是在当时想必有很多国家 并没有把这当一回事 对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造成 为什么后来疫情 会那么严重的原因 是 我觉得其实大家在责任 WHO在做这件事情 不够反应的快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回忆一下 在人类的历史上 我们之前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而任何一个他们的决定 谭德赛的压力是有多大 作为一个埃塞俄比亚 第一个这样的一个非洲裔的 这样的一个卫生总干事 他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 且不说 而且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宣布之后 会给大家带来的影响 是始料不及的 这就像是我们看到 比如说地震这件事情 地震局要预告说 会地震还是不会地震的 如果他不预告 可能会有地震的话 如果一旦真的来了 那怎么办 但是如果预告的话 会不会造成这种恐慌的心理 而这个恐慌呢 就是他们最害怕带给大家的 所以在一月份的时候 就是整个这个世卫组织的 这个所作者 可能会引起很多人的 这样的一个不满 但是我觉得现在 再站在上帝的视角回看 的确是应该早早就有宣布 可是基于那么多的原因 没有宣布 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 因为大家对这个疫情 对这个病毒 实在是太不了解了 太不算了 包含我们一开始 看到世卫组织 他是说不会透过空气传染 对 他当时讲的是 我们可能要接触彼此 比如说我摸到病毒 然后再摸到自己眼睛鼻子 口 你才会去传染病毒 到后来他说 可能会飞沫传染 到后来他说 戴口罩有效 所以我觉得 这一步一步的过程当中 也是 这是一个很惨痛的学习经验 对 他是一步一步了解的 所以我们才是 一步一步去造成 对所以很难一步到位 不过我还是要说一下 华人真的蛮厉害的 因为在世卫组织说 戴口罩没效的时候 华人朋友们已经抢购口罩 因为我们经历过SARS 所以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 是 所以大家都自动自发 戴口罩 对 所以整体来讲 这次新冠疫情 虽然在2019年底开始发生 但是在2020年 对全世界的人类 也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影响 是的 我想问一下 对你们有没有影响 2020年这次新冠疫情 Tina呢 我觉得蛮大的影响的 蛮大的影响 如果没有这个疫情 可能 你人生的道路会 不是这样 可能不一样 不一样 你会不会哭啊 我那么觉得快掉了 没有 那么夸张 你们再给自己加戏吧 Crystal呢 我觉得 我觉得 对我还好 如果是想到说 这个对整个世界的影响 或者对千千万万 家庭的影响 其实对我的影响 只是说 我经历了Lockdown 没有办法可能像以前 那么自在的出行 要平常多住一些勤洗手 要和身边的朋友 去减少一些接触 聚会啊 我觉得这是对我的影响 但是我觉得 其他的 我能把它控制得很好 我觉得对我还好 相比较世界的影响来说 我觉得这完全不足挂齿 对 来 莫莫呢 我觉得对我影响应该是 今年我点了 有史以来最多次的外卖 就是像刚刚我讲 可能是 报复型的消费有原因 然后另外一方面是 我觉得 因为我们不能出去吃饭 然后我就会觉得 我想要透过这种事情 然后得到安慰 然后我也胖了三公斤 就是在奉承期间 又瘦回来了 对但这是开玩笑啦 那当然其实影响是挺大的 我觉得就像Crystal讲 其实我们是相对幸福的 因为我们住在新西兰 我们只要顾好自己的健康 然后如果我们家人 在中国 在台湾在香港 可能你都还会觉得 跟其他世界各国 跟英美相比 你会觉得你的家人 也是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 我们还是挺幸福的 对整体而言 不会有太大影响 跟别人相较 对 天安是福 我也是我经过疫情之后 觉得真的是学会感恩了 看了其他地方的情况 我就觉得我们的生活环境 真的是让人 非常安心的一个地方 然后 比较有意思的是 其实年底的时候 我女儿写了一篇作文 叫我的2020 我就看到 原来她这一年的改变 其实是挺多的 她学会了 在这个Zoom会议当中去上课 然后她说她这一年 虽然经历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比如她的舞蹈课 在这个Zoom当中上 她觉得很不舒服 可是开心的是 因为家里人都不工作了 所以她有了更多的 和父母接触的时间 所以疫情对他们来说 小孩子还感受不到那种生死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挺好的 我不用上课 还可以在家 爸爸妈妈还陪我们 就是每个人的收获是不一样的 尤其孩子可能 他们一辈子不会忘记 是 那各位老师 你当然老师 2020年应该是蛮记忆的 是很可能的 我觉得2020年 对我来讲 可以做一个比喻 就好像火车突然开进隧道 眼前当时呢 一黑 但是随着这个速度往前走呢 慢慢看到隧道的镜头 有光线 惑然开朗 对 那光线的后面有一个影子 写的33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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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真的在 在2020年我觉得最大的 感恩的地方 是有那么多好朋友 在我黑暗当中 支持我 力挺我 这个很多都素媚谋面 但是非常感恩 真的非常感恩 那在隧道当中呢 让我不断的前进 能够看到隧道 镜头的光线 就像看到各位一样 发光 所以我相信各位 在2020年呢 应该也很有感触 对 很有感觉 可以在YouTube下面 跟我们留言 是 好不好 看YouTube的朋友 在下面跟我们留言 告诉我们在2020 你觉得最难忘的经历是什么 觉得最开心的是什么 和我们分享这些点滴好了 对 比方讲2020年 因为我们在做2020年 十大新闻回顾嘛 对不对 盘点一下 你也盘点盘点 把你的各种各样的事情 跟我们分享 对 我们说到第几条了 第六了 我以为要上广告了 到少儿节目出场了 好 现在 来 排在第六位的 对 排在第六位的新闻呢 小朋友们要注意听了 哦 那2020年7月24号 是一个蛮重要的日子 是 因为呢 在这一天本来 东京奥运会要举办 但是由于疫情的关系呢 3月24号 是 国际奥委会和东京组委会 相继决定 将东京2020这场奥运会 推后 延迟至2021年的夏季去举行 但这场奥运会呢 虽然推迟了 对我们来说呢 仅仅是一场活动 没有办法看体育赛事 但是对于东京来说 伤害是蛮大的 因为这场这么大的盛事 对于东京来说 第一 它的场馆重建的费用 然后重新要预定 所有国际赛事的安排 媒体的安排 赞助商的所有费用 他们所有的收益 可能都要滞后 包括旅游业的严重受挫 当然日本三倍晋三 安倍晋三 安倍晋三 他呢 对这次的奥运会 具有极大的期望 因为这是他在任期间的 一件功绩 那2019年 由于日本的消费税的上涨 其实日本的经济 和整个的商业市场 蛮受影响的 那同样呢 他也预计了 说是一旦2020年冬季奥运会 那个奥运会举办 冬季奥运会举办 那么他会带来 2000万的游客 那么现在呢 也都变成了泡沫 对 所以对于他来说呢 也是蛮大的损失的 打击很大 打击非常大 所以在体育赛事上 还是在经济上 对于东京来说 都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对 这真是很严重 但我觉得啊 他取消或延期还是对的 对 是对的 因为他如果没有延期取消 那现在大家还是进不来 他损失更大呢 是的 而且这次还蛮有历史意义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是因为奥运会举办的时间 到目前为止是124年 他其实中间有被取消过 有停止过 那是因为一战二战的时候 那么被延迟举行 其实这是历史以来的第一次 第一次 因为疫情而延迟举行 那么东京作为这个 在亚洲国家当中 有两次的这个举办经历的东京来说呢 其实也是蛮蛮厉害的 因为东京在曾经的战争 19 二战后 对二战后的时候 他其实因为战争取消过一次 那这会因为疫情再次延期 那延期到了2020年 2021年 但就现在的形势看 2021年是真的能够举办吗 又是一个问号 对 因为到时候会不会有疫情 虽然日期是定在7月多 但是整体来看呢 这个我觉得对运动员来讲 大概是最大的伤害 是 因为四年一次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运动员呢 能够第一取得这个参赛资格 那成绩一定是要顶尖的 接着自己的状态呢 一定调整到最佳状态 准备在2020年参加奥运会 拿金牌 但现在一推迟 他整个训练计划全乱了 对 可能很多运动项目 是不是要重新再选拔 他可能就会失去资格 是 所以这很多问题 运动员可能到2021表现会变差 是 因为实际上我觉得 运动员的这个运动生涯的 高峰期的时间 其实真的很多项目 是非常短暂的 对 而四年一次的这样 他们要配合这个赛季 来进行各种高峰期的断裂 之后他可能会进入到一个低潮期 然后再进入到第二轮 所以他很多东西都是算好的 如果不能参加的话 有可能他是一辈子 都不会有这个机会 这是第一个可惜的 第二个就像克里斯彤说的 日本其实本身 他们是非常希望借奥运会 来够提振他们的经济的 之前那个因为好像 日本曾经是经济 第二大经济体嘛 但在跟美国的这个贸易战当中 一直被打开下来 所以他们一直希望有一个机会 就通过这种体育赛事能够提振 基本上奥运会对于一个国家 为什么那么多国家要申办呢 就是因为他对于国家的这种 整个的形象 国力的宣传 然后再是带来带动经济 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现在我们看到 不单单安倍他的这个经济理论 没有搞起来 现在他自己也已经都下台了 对对对对 所以对于日本的打击真的也很大 是其实在日本来说 现在有很多高科技的东西 可能我们在新西兰来 没有办法体会 但是我们在我们的本土国中国 就是像无现金支付呀 像电动车呀 还有一些很高科技的 无人超市呀 5G呀 这些其实都是日本想要展现 给全世界的一个形象 对 但是因为这次不能举办 也许明年还不能举办 对于日本来说呢 它的整个的 比如说它的建筑成本的 承诺成本 还有包括它的旅游行业的收入 都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 对 并且花了不少钱 还好明年可以办了 希望可以 不知道明年夏天行不行 就是要开疫苗可不可以打 大家还有记得 2018年在北京的那场奥运会 2008 2008年 对2008年 记得 对有经历过吗 奥运前去了 奥运的时候回来了 因为出差嘛 那时候去北京 感觉到北京的民众呢 当时为了筹备北京奥运 每个都兴奋到不行 北京奥运 对 找到哪里 每个人都不停地跟我 微笑挥手 对不对 以为我是参赛选手 以为我是参赛选手 像我们的那个 导播 导播一样 对 每天笑咪咪的 他现在马上跟我们挥手 对 还没到时间嘛 总共我们还可以再讲一下 还可以 好 所以来讲的话 2020年的前五则 我们今天跟大家做了一个初步的回顾 但是看起来好像全部都跟疫情有关系 是的 对不对 今年真的是新冠年 对 虽然这个关于新冠 我们说了一年的时间 应该说从2019年年底 我们就开始说这个话题 一直说到现在2020年的年底 但还不知道这个话题能够延伸多久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一年是会被记录到这个人类的历史当中的一页 对 不管是公共卫生 还是各个方面的领域 所以这一年我们经历过有不幸 但是也请大家记住 我们共同见证了这一刻 也算是有价值的 见证历史的 见证历史的一刻 对不对 那三三世界观众当然来讲 作为一个这个最受欢迎的新闻节目 对吧 应该是什么 一切是 最受欢迎 对不对 我们明天还有前五大 对不对 前五大 大家不要错过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明天继续2020年十大国际新闻回顾 我们就明天再见咯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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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